据说在郑州的西边有着这样的一些传说 他早上这样开门他就开门 尤其是季荣在12年到56年之间 他们那是最多 最疯狂的那时候 晚上在他家 就在他家 以前很多外来半夜开着车过来一问 那人都给你过去 晚上认课 有死不少都有 开门 我们现在说车不短 传说一 凌晨来吃 有很多外地人慕名而言 传说二 二十多年前 在虚水就有很多做 生意的人 传说三 经营至今的有三家店 名气最大 可能这些传说的来源 就是他们 这个店我起码四年前都听说过了 但是就一直没有人能招招 那可是个传说中的店 关键说的可喧唬 那说啥了 你干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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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了 按在说一个传说中的选题 超级神秘 传说神秘 那必须得是我 你都传这一副是什么 那神秘 传说 就在这行头 侦探 那必须的 就差一 放大劲了 我们今天来的就是虚水 准备去实地打探一下传说中的三家凉皮老店 没错 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打探虚水凉皮村 您好 那个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边有一个就是就专门网上排队的 卖凉皮的 买凉皮的 买凉皮的 好像特别有名 掌兴 麻辣烫那个吧 那儿的 特别是小吃节了 一样人都一直往北走 哪儿一套节呢 六圈就收起了 你到那儿的常见 吃到凉皮给这儿快出面 真的能值得半夜二半夜的跑来排队吃 但是半夜排队是不是这家 我不知道 我不清楚 据我们刚来这儿打听得知 这二姓麻辣烫 是比较出名的一家凉皮店 而且也确实在之前的线索中提到过 还真有 是 是吧 最后来点他还说了一句 他还说了个 他说 但是排队的是不是这家 我还不知道 因为我说这个地方 肯定不止这一家会是这样 所以他这个其实搞得很 真的很神秘 我们按照大姐的指示 找到了二姓麻辣烫 哎 一个张姓 一个二姓 为什么 张姓跟二姓是一家店吗 我还不太清楚 不好意思啊 您不是这儿的人 不是 别说别说 警察看着节目想想没说 您是来干嘛的 我们是在这儿送外卖的 送外卖那个刚刚好 这是现人 美食侦探 对 然后我打听个事 这家店你来过没 就这个 这就是我们村的 哦 既然碰见个本村的 那可再好好问问他 这名字是咋回事 而且这关于梁蹄的传说 他又知道多少 张姓二姓是 这个是一家店吗 对对 她是姿妹两个 姐妹俩 姐妹俩 是吧 对 只有一刻 只有一刻好 你先稍等一会吧 一会就该排到那边了 有什么夸张吗 一会你看看就知道了呗 画过头 还有一个问题 据我以前听的传说 就是说这个 汅水这边 有一家做凉皮的 二半夜 二半夜 不是 你说的是 蝎 Rob 我问你袁蝎 还有一个蝎 曠几 还有个蝎 曠几 还有个蝎 放给 蝎 clan 放几 他是推个茬在那边 捞结一边 田园那边 弄出败了 还有一个大理 大理什么那的 以前也在这 以前咱这个桥还没有修的时候 就在转盘的旁边 这四家都是在这个地区 比较有名 对 从这两位大哥这里我们得知 二姓 谢继 黄继和大理 是这最出名的私家店 而谢继和黄继就是传说中 半夜排队来吃的两家 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夜里来吃呢 其实我们还是非常喜欢 就是晚上吃的炫作出来 现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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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切 现做 那意思是说你吃到的时候 应该还是带点温温的 肯定了 还是热的了 刚做出来了热气层层的那种 原来如此 这晚上吃凉皮的原因就是 白天卖的其实就是常规凉皮 而晚上则是现做现切的热凉皮 这大批为此而来的人 估计要的就是这种热气腾腾的感觉 好好好 那就可以剪了 这有多少份这是 三十多份 这是一个人的 一个人的 不是 我找一个最多的你知道吗 然后我说这个应该是有个八份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人的 一个人买三百多份 谁闲着没事干一次买两千多块钱的 一个小区带泥的 小区带泥的 疫情当中的时候 小区不是不让人出来吗 他们就是一个小区一个带泥 然后他们放在哪里 全部带回去 全部带回去啊 我以为你这点警官说我会去开店了 一个小区一个代理 一次购买三百份凉皮 而这样的代理还不止一个 我的天哪 这谁说了 凉皮都没省一了 之前在家做凉皮的人 不会就是在这买了之后 回家发的朋友圈吧 我想说你们看 这个姜干什么 我喜欢吃这个 我喜欢吃这个 因为我发现你 都不得吃这个 那是女人 你们一下 你赶上外面 你赶上外面 她这个酣了批的雲 你都知道了 我都可以往后看 对 辣椒很香 没一个我的 基本上 我都是拌着辣椒 一会儿 这个辣现在吃完 粮粽之后 我现在分腾结束 它其实是香瘦 辣 这儿的擀面皮 在我们吃过之后 总结就是 大体上的套路都是一样的 唯独这辣椒的香味很浓 而且很直接 根本不给你管完墨角 一口下去 夹杂着芝麻的香气 就浸到嘴里了 但是辣度倒没有很高 很容易让人接受 吃完了其中一家 现在咱去张对的这款 谢谢 就是老街里的那家 对 相对于刚才小吃街的那家而言 这老街里的就有点难找了 就这样还会有凯路车过来吃的吗 如果真的有 他必须得开车来 他走起来太远了 走吧 再看一下 你还没看见是吧 能够让你看清楚 你确定是这儿吗 你确定是这儿吗 这进去感觉也不像啊 找个人不饭都难 我的天啊 哎等一下等一下 后面有人来 你一直买凉瓶的吗 你一直买凉瓶的吗 嗯 是在这里边吗 有点一桶来 确定好 嗯 如果不是有人来 我们真的不会相信 这里面竟然有个凉瓶店 我天呐在这儿了 这儿就是卸计 不愧是穿梭中的店呐 这装修缝个耶恨都特吗 这卸砍捏牌了 没事没事没事 我一直很好奇啊 那凉瓶店凉瓶店 都是对咱来说都是中午吃晚上吃 你安慰你们为啥要二半夜才开门 这是虚水这边的一个特点 是吧 就是早餐跟雕瓶店 就是早餐跟雕瓶店 是吧 就是早餐来吃 C先生 导演 不如我们开始吃吧 开始吧 好的 吃吧 嗯 嗯 哇 有味吵劲蒙 跟别家不一样在哪 嗯 料多 stop stop talking on my jazz 嗯 你咋瞬间就回去了啊 啊 它的味道特别好 香味濃郁 香味濃郁 凉瓶本身 嗯 薄 软 还清晰 而且你吃起来它会是那种脆的 你看它这种的基本就是那个 完全透光 这儿的凉瓶 如果说收获好评的秘诀在哪 那估计就在这碗料理 和舍利堆着里面 我感觉 我会说我本儿做白天 一二八 这儿的芝麻酱是纯芝麻酱 辣椒则是多种混合研磨 磨得特别细 香味存在的同时 辣劲也一点没少 如果是个热了 是不是又是一种感觉 对 热的吃 如果你早上来的话 那会儿就出来的都是热了 包括蜜片出来都是热了 那蜜片出来又软又紧 吃肉汗糯糯了 那我想问有没有说冬天外面特别冷的时候来下吃蜜片的 冬天外面外面吃了 书都减了零了 嗯 它们都吃了量了 可能都不吃了 冬天吃了 用的还啥量 就是按把蜜片闻一下 然后直接夹到蜜片里头 蜜片是闻了 那也可以 最后这家是大理凉皮 但是这儿的特色却是米皮 口感软糯稍带一次筋道 口味呢跟之前两家有些类似 但是这儿的麻味却让我们印象深刻 要浓烈的多 我们当年吃完之后 嘴里的清凉劲一直停留了 很久很久才消失 它简单说说吧 3件 3件